我們這四天 配合我們衛生局 淨花局以及民政局等相關來做聯合機查 我們分別在我們轄區 地點我不講 就是有發現兩家是有賠視的一個狀況 那經過我們來及時請業者立即停業 同時由我們衛生局的同仁來以舉發通知書 依照傳染病房之法來以處罰 我們只有僅發現這兩家有違法情形 另外我們也透過我們的警察 經過對這些業者相關的從業人員 以用電腦查詢 沒有發現說有發現這個機家檢疫或是機家確診的一個人號 我們就依照這個特別條例 就是所謂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以及這個紓困振興條例的一個規範 裡面就是五萬到一百萬之間 那我們會是整個的一個實際查獲的一個情節 我們會去在這個範圍內去做一個採除 八大行業的實名是我們衛生局這邊會持續進行 包括這個公告的一個程序 那公告的之後我們也會報請這個中央流行疫情指令中心 做一個這個被查之後 我們就會做一個後續的一個執行